有数据显示,临床上至少15%的癌症,都是因为人们之前有一些炎症疾病引发的,所以在人们身体出现一些良性炎症的时候,大家也不能大意。 因为有的时候炎症是癌症的帮凶,很有可能会导致癌症疾病发作,有的时候炎症则是癌症的伴随现象。 比如以下这些炎症,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进行控制,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发展胃癌症。 异常炎肠癌、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和恶性肿瘤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,很多结肠炎患者对这种疾病没有足够的重视。 在疾病发作之后,自己胡乱的服用医学药物,这只能治标不治本,很容易导致病情反复发作,有情变重最终就会引发癌症。 二肝炎感应化肝癌,肝炎疾病也会增加人们患肝癌的风险。 一肝饼肝等慢性病毒性病症,是导致肝癌的主要原因,病毒在肝脏里面持续复制,就会给肝脏造成慢性的损伤。 如果人们没有及时,长时间如此就会导致肝命化,肝命化,假如不及时,那么就会形成肝癌疾病。 三肥炎胃癌,现在我们知道了幽门罗感菌定为类质癌员,这往往会通过手不结的餐具分辨等途径传染,并且有可能引发胃炎以及消化性溃疡疡疾病,最终就会发展胃胃癌疾病。 不结分剧,分辨等途径传染,幽门罗熊感菌,会引发胃炎和消化性溃疡,进而发展胃胃癌。 死肛颈炎肛颈癌,HPV也有可能导致人们出现肛颈炎,如果肛颈炎没有及时,病情也可能会发展胃肛颈癌。 从第一次感染到癌症的发作,需要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,主要包括病毒持续感染以及病毒基因整合,以癌基因的灭活等。 所以疫感人群最好是定期去做检查。 五一线炎一线癌,绝大多数一线癌患者在之前都有一线炎的历史。 如果急性一线炎反复发作没有及时,病情就会发展,为慢性一线炎。 慢性一线炎很有可能导致人们出现一线癌,因此大家在平常一定要避免暴隐暴食,一定要避免睡觉。 六,胆盲炎胆癌,慢性胆盲炎反复发作的患者,特别是胆结石癌变的几率其实也非常的高,甚至占总病例的80%左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